协助区稳定外国媒体报道 美国将针对以色列、乌克兰、台湾等地 提供大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 AIT主席罗森伯格访问台湾 也传达美方关注的事项 他说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的改变现状 而这也包括不支持台湾独立 也被解读是不是在提醒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呢 赖清德今天也主动强调 会把和平当作自己的使命 后来话锋一转却批评国民党立委马文君 提案冻结浅见预算 把台海安全当成未来总统使命 赖清德承诺维持和平的现状 更把矛头对准国民党立委马文君 涉入浅见国造泄密 现在又要冻结预算 影响台湾国防安全 但是AIT主席罗森伯格这回访台传达了美国关注的优先事项 他说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包含不支持台湾独立呼吁北京跟台湾展开对话 难道是说给 赖清德听的吗 不过罗森伯格上任后短短八个月内就三度访台会见总统参选人 透露出美方对台海问题的关切 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为了阻止侵略与暴力 美方将持续津援以色列乌克兰以及台湾 进而可能达到一千亿美金 展现自我防卫决心 台海局势不只是选战攻防焦点 各国也持续密切关注 接下来被综合报道